剛剛已經有清楚說明了 那因為現在有一個在野黨認為是為了選票考驗 因為你曾經不是說有蓋的必要非蓋不可嗎 那後來就知道 因為經濟部長還有經濟部的統統經過仔細的評估 在關塘天然氣第三接收站興建完畢之後 總共可以提供三百萬噸的天然氣 除了滿足第八號跟第九號機組以外 它還可以另外再供應一百二十萬千瓦的發電量 所以這個供應電量是可以解決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行政院同意經濟部的規劃 停止興建什麼 就新北選情 不是這個 謝謝 謝謝 接地 小心 謝謝 謝謝 謝謝